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中国女排正在香港站征战式联赛 而我们也知道此前主委会提到 朱婷有可能回归香港站比赛的这个问题的答案 已经是得到了解答 朱婷因为伤病的问题继续没有办法加入中国女排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在近期网络上还是充斥着一些批评和质疑的声音 很多球迷都质疑朱婷明明能够在国外打比赛 为什么两次拒绝中国女排始终不愿意回归国家队呢 到底是不是在国外流洋飘了呢 实际上根本不是如此 就在最近有一个资深的球迷写的洋洋洒洒 差不多上千次的一个长文 在社交平台当中 回顾了朱婷这一次伤病的一些具体的过程和问题 也谈到了他这一次没有办法回归的背后真因 也聊到了我们此前的一些运动员的伤病悲剧 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朱婷这一次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他选择不回归实际上是为了后续更好的回归 也为了能够延长自己的职业生涯寿命 我们来详细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这篇文章当中啊 这位球迷指出呢 那么实际上其实朱婷这一次经历伤病呢 完全没有好利索 那么在此前征战一甲联赛呢 付出很多也消耗很多 接下来他起码需要了好几个月的休息时间 所以如果说他带着伤病回归中国女排的话 这个后果可想而知 因为我们中国女排呢 除了训练就是比赛 中间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 更不可能像朱婷一样呢 在国外能够拥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康复团队 来帮助他更好的康复 以便宜呢延长他的职业生涯的寿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朱婷呢为了保险起见 自然就不会回归 而且这位球迷呢还详细提到了 徐盈利以及姚明呢 过往的一个职业生涯的悲剧 那么从中的话能够了解到呢 朱婷也是为了拒绝呢 重演这些前辈的悲剧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呢 徐盈利在当年的话 因为为了审队比赛呢 受伤啊落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当时这个伤病呢 却没有经费能够为他治疗 那么让徐盈利呢 那么后来还是在郎平出面呢 把他接到了国家队这边 由我们国家队这边出面呢 给他安排了一个康复团队 那么最终呢才让他啊 康复了自己的身体 那么否则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另外一方面呢 当年呢姚明呢 也是带着伤病比赛 那么最终落下了一个病根呢 提前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 所以其实这些前辈啊 都告诉朱婷呢 你带着伤病冒险比赛 而且得不到好的休息和调整的话 随时呢都有可能给自己啊 这个留下非常大的隐患 所以这种考虑的各方面的原因呢 朱婷呢才选择暂时没有回归 但就像刚刚所说的 朱婷没有回归 只是为了后续更好的回归 也不意味着他接下来会彻底不回归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球迷呢 能够了解这其中的情况 也期待朱婷能够早日康复 早日回归 也相信呢 他会一直希望为国家队销利 他的心呢始终是那颗赤子之心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